哈囉囉大家好 我是Somi 今天主要是教導大家海陸帆爬宅具 它主要的功用是可以爬上以外 也可以在全面攻擊怪物 達到陸上跑、山上爬及海上滑的功能性 這台機器主要是給予大家更多佐那尼烏姆專制遊玩的體驗 所以想要分享給大家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也不要忘記訂閱、按讚並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出發囉 那我們先來拿所需的素材 第一個是浮板 大家可以參考右下角的經緯度 那抵達神廟之後 我們必須要先通關第一個關卡 我們的浮板會在第二個關卡那邊 之後我們再使用武器結合 把浮板帶著走 下一個是螺旋槳 大家可以參考右下角的經緯度 抵達後呢 我們的螺旋槳就會放在旁邊 我們把它帶著走 一樣用武器結合就可以了 那下一個素材呢 我們就是要拿魂之賢者的實裝 大家可以參考右下角的經緯度 他的主要位置呢 是在他的右腳工房 他會放在上面 那我們記得把它拿下來 這邊的話只能使用藍圖的方式 所以右邊的話會有另外一個實裝 記得把它連合起來 這時候他就會顯示在我們的藍圖裡面了 那所有的器材都收集完畢後 那所有的器材都收集完畢後 剩下的都是佐丹尼屋母專制 因為所需要的東西比較多 因為所需要的東西比較多 所以我這邊有另外列出一個清單給大家看 準備好所有的材料之後 準備好所有的材料之後 就可以開始製作海鹿攀爬載具了 第一步我們先把輪胎兩個黏起來 那邊有一點需要注意 胎紋必須要是相反方向才可以 拿起輪胎 接下來我們向實裝的左邊走去 這邊有一點需要注意 我們等一下要將輪胎黏到實裝上 只要黏的輪胎胎紋是要順時針方向的 大概黏到像是這個位置就可以了 這樣子的話我們就先完成了一個部分 接下來就是要使用三個螺旋槳 這三個螺旋槳只有一點需要注意 就是對其中間 並且是錯開的就可以了 那現在就是把我們組好的螺旋槳 跟我們剛剛的輪胎進行結合 這邊只有一點需要注意 一樣就是對其中間點就可以了 那可以敲一下 看一下有沒有黏在正中間 正常的轉動 如果有正常的轉動的話 這樣子就是成功了 那下一步就是要做我們的車體 我們先把浮板放下來 這邊的話可以看大家不要用裝 就看個人的習慣 那下一步呢就是要黏輪胎 輪胎這邊只有一點需要注意 是要黏它的下面 然後四個角是對齊的 這樣就可以了 那下一步把我們的推力引擎拿過來 現在是要把它組裝上去 這邊的話會建議大家 可以從旁邊拿一個木板 這個木板的作用 只是可以讓我們更容易的 去對齊好推力引擎的位置 可以看大家的需求要不要進行使用 那我們之後把推力引擎放上去 如果我們放到最後面的話 它就會跟木板連合在一起 這時候我們比較向前一點 因為我們主要連合的是我們下面的浮板 大概就會像是這個位置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對齊好沒有問題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木板拆掉拿走了 接下來就是要組我們這台載具的攻擊裝置 這邊可以看大家怎麼DIY 我是組一個大炮跟三個雷射頭 那它的底座呢 我是黏魔象的頭部 完成後再把它帶過來 我會把這個攻擊裝置放在引擎的上面 那攻擊位置就看大家想要放哪裡其實都可以 接下來呢就是拿我們的便吸鍋 這時候呢我們必須要給它朝下 之後黏好位置 這邊位置的話一樣是看大家個人的習慣或需求或愛好都可以 然後再把我們的控制台黏上去 之後再把我們的控制台黏上去 之後再黏上我們的不倒翁 這樣子的話我們就是完成了 這邊行駛給大家看一下 那最後展示成果給大家看一下 它不僅可以爬山 如果我們從山上直接跳下來的話也可以緩速的降落 還可以在水裡游 之後攻擊怪物 還可以在水裡游 這台載具並沒有到師村師妹 一定都帶有一些缺點 可是我個人覺得這次王國之類 所擁有的佐納尼烏母專制 就是要讓我們無限的想像力 有實現的空間 這次的影片也是以分享的角度去拍攝 如果有更好的做法 可以在留言區進行分享唷 那因為剛剛繞來繞去就遇到南中人馬 所以我們就以南中人馬來做最後的結尾 看完這支影片大家可以製作出 屬於自己的佐納尼烏母專制 也希望這支影片能夠幫助到大家 那這支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也不要忘記訂閱按讚 並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Goodby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